之前作战部怎么说的呢 觉得人家共产党 至少要休整大半年 要到了明年春天 才可能达到北平来 这下好了 这才多长时间啊 就围到我们这边来 听说老蒋想让傅将军南下 傅将军不肯 这指挥部署都是咱们总裁 灵机一动乱下的手艺 你们说这仗怎么打呀 这共产党要装备没装备 要后援没后援的 现在怎么这么厉害呢 人家正攻强呢 我跟你们说 这在抗日的时候 我就领教过了 你千万不能跟他们 起政变有分歧 要不然呢 他们会追你到天涯海角 从戈壁沙漠到海南岛 直到你同意了 他们的那个什么观点 他们才肯放你走 你说的这个我同意 咱们不说别的 就说夏专媛的儿子 受了共产党的馋言狗运动 这共产党呀 特别能给别人洗脑 是啊 不过这夏专媛 确实也挺可怜的 听说他儿子啊 到死都没悔改呢 真的啊 可惜了 好 顾队长 是你带人去行刑的吧 他儿子是不是到死都没了 夏专 站长 站长 拿着坐吧 我还 云主 你气色不太好 是不是你的伤啊 还没有缺好呢 好得差不多了 站长 你儿子的事 大家都很东西 作为你的长官 我真的不希望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 我没有帮上忙 我还没救 谢谢展长 我知道我的这个事情 让展长费心了 我一直认为任可平 是可以改过自新的 我也愿意给他机会 年轻人嘛 谁没犯过 是我这个当妈的不称职 我没有交好自己的儿子 让他走了歪路 夏正月 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话呢 你尽管开康 大家都是一个同事 你千万不要客气 是啊 是啊 谢谢大家 好 现在开会 军部新调报的那批物资 你们都查了吗 展长 军部那些来消息车 这好像就是一些 战备物资 主要以牛肉罐头 水壶和下腹为主 另外还有一些 十门 二十门 电话 总机等 通讯设备 站长 现在形势不好 我们要密切关注军部的 一举一动 别的地方我不管 在我们的地盘上 绝对不允许出现 倒戈的情况 是 顾队长 预示计划进展得怎么样 是 镇长 预示计划 会和我单独向您汇报 好 镇长 我已经把那一组工程师 从新阳公寓转移到了 警备司令部 人怎么转到 警备司令部去了 新阳公寓毕竟是公共场所 人多眼杂容易发生事端 我也想过 把人放在我们上海站 但又怕内部 有人趁机钻了空子 人在警备司令部也好 别总是让我们单打独斗 他们也应该配合配合 就算让人知道 我们把人放在 警备司令部也不怕 毕竟警备司令部的 守卫更加严格 一般人根本就进不去 随说住的警备司令部 是双保险 除了安全 也要保证好 公职师们的饮食器具 这套报告图的进展 是毛局长最看重的 我会安排好的 一你看 还有多长时间才能够完成 预计一周后可以全部完成 好 小姐 想听什么类型的 白光都听密了 姚丽最近有没有什么新取材 小姐 好耳朵 最近卖相似又翻版了 先看看 我从侧面打听了一下 我从侧面打听了一下 那些工程师确实是在 孙天埔的手中 难道 是那个玉石计划 玉石计划 这件事情可能是 顾双局在负责的 我想办法查一下 顾双局对你心存怀疑啊 你父子要多加小心 这件事情我们一起想办法 你也要小心 还有 国防部的那些蛀虫 一直在落茧 他们拿着美约 表面上说是才过军火 其实是在倒卖名声物资 警备司令部和保密局 他们的屁股也不干净 你帮忙多留意一下 我现在保密局太难题 如果有消息 我用兵类方式联系你 嗯 那伤狗怎么样 每一次见面你的温 早就痊愈了 伤心动骨一百天哪 何况是枪声 你别总是打打烈烈的 我不在你身边 你要学会照顾好自己 好 这些枸杞呢 是我托人从广西带过来的 好东西啊 没事的时候多吃一点 还有这些人参 红枣 都是补气补气的 下面这一层呢 什么香皂啊 雪花糕啊 香粉什么的 都是我托军务署的朋友 从香港带过来的 现在市面上最精俏的 想什么 你托人带了这么多 女人的东西 你们耳听的人 一定觉得你是拿来 送小情人的 那可不 我在我们国防部的形象 那叫一个风流提堂 我要不拿点东西给女人啊 别人反而会怀疑我 行 那你去风流吧 去找那个小情人 你太小看我了 这个情人呢 就绝对会不止一个的 那以我这种仪表人才的外貌 那追求我的小姑娘不在少数 就让我们走路出来说话 有几个小丫头 哪是天天缠在我后头 要跟我吃饭看电影啊 我每天走路我都绕着他们走的 好啊你 组织上让我们分开潜伏 对外保密我们的夫妻关系 为的是不暴露我们的身份 没想到你竟然不老实起来了 我要去跟上级汇报你 好啊 我就是你的上级 你要汇报什么 说 汇报你 玉珠 其实呢 我的心啊 早就被你一个人沾满了 装不向别人 我现在才明白 这个世上最难挨的是什么 就是你的妻子站在你面前 你却不敢相遇 有罪花水 我说真的 还好 马上就能看到曙光了 到时候 我们就能光明正大地在一起了 下转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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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我去 忙着呢 那我改天再过来吧 没事 小姐你坐会儿 给你倒杯水 你别忙了 我过来 是想让你把这个交给重生 这是什么 数读题 上次去你家看重生的时候 他正在算这个 但是没算出来 就让我回去帮他做出来 你晚上回去带给他吧 你晚上回去带给他吧 重生一直让我帮他算这个 可是我一道题都算不出来 算数读题是有技巧的 如果你想学 我可以教你 我脑子笨 学不会了 我看重生对数字挺感兴趣的 你在这方面都培养培养他吧 好 喂 我不是说了以后这种小事 不用再来问我 那你忙吧 我先走了 好 谢谢队员 夏专员 好 谢谢 夏专员 坐下吧 我就是顺路过来看看 夏专员 这几台是上次美军援助的新设计 对 这几台都是新的 这耳机怎么没换啊 好 这是之前德国产的 我用了挺长时间 我就没舍得换 都这么旧了 还能听得清吗 耳机用的久了容易有杂音 你可别耽误了监听啊 没有 没有 您挺挺没有杂音的 德国的东西啊还是挺卖用的 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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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我先来 我先来 先来 你 我先来 你 我先来 你 这德国人的东西确实不错啊 钥匙虽然老旧了点 但是音质一点都没受损 夏哲元您放心吧 我不会耽误工作的 好 记得万一钥匙坏了 去设备科幻新的 是 队长 在凯勒里发现了共产党的踪迹 像是他们的秘密联络点 我说怎么一点线索都没有 原来人都关在警备司令部了 明天早上七点 顾双局会去警备司令部的档案室 我今天晚上必须找到这套爆破图 图纸的钥匙我已经确认了 应该是有紫棋风衣 想要无损地取出来 需要才是一个方法 猫头他们做了一份假的 我得把真的取出来 假的放进去 我去吧 你别管了 你的手不方便 还是我去吧 我有警备司令部的通行证 我可以找个理由去档案室调院 那咱们俩一起去 互相有个照应 请出示证件 放行 小巡查员 我们国防部要对你们上海地区驻军警备的 知情任务安排进行一次突击检查 把你们今年的知情任务表拿出来 我要查云 好 小巡查员 你先在这儿登记一下 我这就去给您拿 花茶不错 新买的花茶 不值钱 我一会儿给您也吸一杯 小巡天 您要的资料都在这儿了 我手不好使 帮个忙 哦 好 你摊这儿就行 来 您先看看 喂 这两份没专员签字 回头记得怎么着啊 好 谢谢 谢谢 喝杯茶 这茶好香啊 是啊 队长 这人一路都在海院 说的是一个卖大理丸的 不是卖情报的 不管它是卖什么的 直接用行 看能不能挖车有价值的 是 队长 您倒过来 直接回家 还是去办公室 把车钥匙给我 我去趟警备司机 这么多 什么时候看得完呢 这二天的工作 也是辛苦 都这么晚 我来 小巡查员 怎么了 我肚子有点痛 我先去到厕所 您先看看啊 哦 去 去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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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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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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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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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